我们来看看慈济变更的12笔土地 我们先来看看有的已经变更成功的 我们来看看 从1991年慈济呢 把这个变更工业区为文教区 就长成这个样子 它是花莲县的吉安 有0.53公顷 一公顷呢是3000平左右 所以这个地方呢有1500平的土地 另外呢1991年变更住宅区 农业区为文教区 也是在花莲 这有23公顷 换句话说有将近7万平的土地 就这样子被变更了 好我们接下来再看看 在2000年的时候变更部分的工业区 为社会福利专区 是3.09公顷 3.09公顷就差不多将近1万平的土地 就这样子被变更了 在高雄的凹子地 好我们接下来再看看 2008年变更部分的工业区 为社会福利专区 是多少公顷呢 1.18公顷 所以呢 这也就是差不多是3500平在新电 新电磁器医院 好我们接下来再看看 接下来呢是2009年呢 变更了部分的甲种工业区 绿地为社会福利专区 文教区 还包含了住宅区 要不要出来讲讲话 23公顷呢在苗栗 23公顷呢就相当于7万平的土地 好我们接下来再看看 2005年特定农业区 农牧用区 水利用区 交通用地 连农牧用区 特定农业区 连水利用地都不放过 改变为特定专业用区 多少公顷呢 21公顷 在台中 21公顷是多少平呢 是将近7万平的土地 好我们接下来再看看 在2009年的时候 变更农业区为社会福利特定专区 在台中是4.47公顷 4.47公顷呢 将近一万三千平 好我们接下来再看看 在2009年呢 变更了新竹朝山呢 他变更了工业区跟农业区 为社福专用区 是1.42公顷 1.42公顷是 4300平之多 好这么多的变更呢 我们来一起看看 还有呢 我们在2005年的 这个基隆支业中心呢 是变更部分的保护区 跟住宅区为社福专用区 还有道路用地 是3.5公顷 换句话说呢 就是将近了 1万平左右的土地 再来在2014年呢 就是最近呢 国际志工大楼 打算要变更保护区 为社福志工的这个大楼的专用特定区 各位观众朋友 在内湖的保护区 无论如何 你要拿出各位的良心 跟各位的力量 要阻止这个开发案的进行 它多少平呢 是4.48 4.48公顷 4.48公顷呢 就是一万三千平 2011年是中立的置业中心 变更农业区为社会福利专用区 2.48公顷 是8400平 2011年中立的置业中心 变更农业区为社福专用区 是4平左右 是在桃园的龙岗 刚才是在桃园的平镇 这个呢 是一万两千平的土地 我们觉得非常奇怪 为什么 我要再讲一遍 奇怪耶 为什么你自己专挑不能开发的土地 然后呢 大笔的去列地 几公顷几公顷的列 上万平 上十万平的去变更土地 为什么你能不能够规规矩绝 去买文教去土地 盖学校 去买商业区的东西 去做你该做的事情 为什么一定要去买保护区 去买农业区 然后去变更土地呢 除了慈祭之外 有哪几个宗教 是专门去列地 专门去变更地的 去买这些东西呢 慈祭 你要不要好好的反省一下 寇寇姐 这个事情 我想我们 为什么不断的去谈这个问题 因为这些问题 还在进行当中 而且从来没有得到正式的回复 也没有得到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 包括从政府在内 包括许多的人被封口 包括慈祭在内 除了只会在脸书上 跟官网上 做一些零星的回复 跟反驳之外 对于核心的问题 是完全不提 是完全回避的 当然主要还是因为 他十分的傲慢 而过去的这个数十年间 他从呢 一个很小的慈祭功德会 变成一个 这个富可敌国的一个慈祭王国 那是靠思源的垄断 靠特权 靠政治跟宗教的结合 靠选举当中的宗教团体的选票 对于民意代表所行使的压力 所造成的 那这个事情的 这个新一波的力量 他的导火线 虽然是内湖开发区的这块地 而柯文哲先生所说的 奇怪也这句话 可是他真正的这个 短期的这个效应 所引发出来的 其实还是去年太阳花学运 所这个彰显出来的 一个分配正义的问题 换句话讲 就是台湾长期的 一个独裁专权统治之下 少数的资源垄断在 特殊人士 特殊政党 特殊团体手上 所这个形成的 一个长期的毒瘤 现在发生在 这个宗教团体的 这个结果之上 而这个宗教团体 他其实现在看起来 是打着宗教团体之名 其实做的是盈利机构的事情 那所谓的慈激 看起来跟过去的 国民党是一样的 因为从第一天 发生的事情 到昨天为止 我们所做的 这些都市计划的变更案子 到底中间有没有利益输送 为什么地方政府会 这个这么强烈的 常常用个案变更的方式 帮他拿到比较便宜的土地 包括他的财报的不透明 他的财报的不透明 从第一天开始的 所谓的 他的一些基本的支出 这个什么水电 是长庚的好几倍 到昨天为止 所看到的是 他的财报当中 有董事长 施政言的名字 可是他的财报里面 裁判法人 是没有监察人的 这个是违法的 他的财报显示出 他从101年到102年 总共光是短期的 这个股票基金 或是股票的投资 甚至于高风险的 这些这个基金的投资 已经赔了将近两亿 100年是一亿 我们都谈过 101年是5000万 102年是4000万 我觉得好奇怪 这个汪景明在现场 100年你都赔了一亿了 然后101年 你还敢再做短线的操作 连长庚医院 这个盈利机构的集团 他都还比较长期 做这个长期的投资 那更别讲说 第三个部分呢 我们所说的是 你的专款专用的问题 短期投资 这就有点赌博性格 那就是 他就是完全不符合 一个所谓近思语录 你去看近思语录 随便从第一句话 看到最后一句话 都是要借慎小心 不可贪秤吃 对不对 你做什么事情 要有目标 这是君子 然后小人只要目的 那你的目标是什么 你短期投资的目标 你这些小心 是针对正经现实的 你的那个 你的那个目的是什么 显然这个目的是为了利益 所以我们这一段时间以来讨论 辞济基金会 辞济王国 要跟大家说的是 我们对于市政严董事长的监督 是跟马英九的监督一样 跟克文哲的监督一样 陈水扁的监督一样 跟这个所有的政治人物的监督 是一样的 为什么 因为非盈利组织 你所用的是社会公器 你所得到的资源 是公众的捐输 冯燕小姐她是社会学专家 她曾经写过一本 一个专案报告 叫非盈利组织法律规范 里面特别也提到了 在我们的这个 所谓的公益劝募条例里面 或者是宗教相关的 这种这个法令的规范的时候呢 民间的学者专家 通常所碰到的压力是什么呢 就来自于宗教团体 施压给我们的立法委员 昨天在节目中讨论过了 待会我们会继续谈 我们把这些名单都谈在这段下 继续的跟大家强调 我们没有任何妖魔化 任何团体 如果说今天我们谈慈祭 是妖魔化这个慈祭的话 那慈祭长期以来 一时数十年来 他可以不接受检讨 不接受检验 不接受任何的监督 那是他被造神化 或者是他个人隐瞒化 或者是他个人画外知名化 万一话讲 是他逃避法治的规范 冯燕教授说 非盈利组织具有服务社会大众的公共使命 同时又仰赖社会大众的捐输 这个营运 享有社会公器 public goods的免税地位 这个很重要 因此公信力跟责信度 就是负责的信用的信 是非盈利组织最重要的资产 如同荣誉是一个人的第二生命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禁思语录》里面常常讲到 荣誉是人的第二生命 要向善 那非盈利组织 如此既亡国者 你就必须达到最高标准的公信力 跟责信度 所以从今天开始请你们不要再用那种非常巨傲的 而且是蒙混的态度来对待各界对慈记的质疑 昨天呢 慈记他公布了所谓莫拉克台风的这个声明 在那份声明当中 你可以看到他非常的傲慢 他把他的 有人公布账目是没有花钱的细节吗 只有收入没有支出 他只有一笔支出 就是志工的支出 而且是一个总体 是六亿多的这个志工的支出 其他的全部都是告诉你 我做了什么 还有一个 我做了什么 我做了什么 你做了什么 你花了多少钱 你是真的花了那些钱 还是说我花了这些钱 我请这个徐清皇帮我写个收据 然后我就把这笔钱放到自己口袋里 我不能这样合理怀疑 好 给你 吃 给你 感谢观看